我从光地上看到 海贤老和尚 大吃大悟 鸣心见心 我怎么知道的 就是此地所讲的 吉兆同事 那为什么 海贤老和尚 现在定中 别看他 天天老祖 天天工作 没有休息 他心是定 身是动 心是定 定就是吉 吉 就是我们 晋体上的 清新平等 这是真心 这是自信 他起的作用 就是借 清净 平等 借 借就是照 那这个借 就是大吃大悟 鸣心 尽心 我估计 我估计老和尚 到达这个境界 应该是 三十到四十岁 他就得到了 得到之后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那为什么一生 都做农夫 不出来将就 空发 那是标法 给我们看的 我们生长 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 要想自己 功夫成就 就像他那个方法 绝对正确 那 硬光大死 教导我们 现在人 建道场 要建 小庙 毛棚 不棄言 注重 告诉我们 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大家在一起念佛 真修 将来 过过多数 这就是成就啊 庙盖得太大了 非常庄严 人在那里 像佛 把修行忘掉了 还引起 争夺财产 你个小婆庙 送人 人要不要的 你的心才定下来 才安安了 所以 佛法修学 有十几因缘 随唐 盛世 可以盖 大道场 今天不是啊 今天社会 很多人不相信 顺利弥 小庙 不若是 规规矩矩 你看自己 根 一点地 他这个小庙 只有四个人 有五某地 就可以养活 一家了 那么他们在乡下 有几某地 可以自洁自主 老和尚年轻 有体力 又肯干 又有慈悲心 再到佛里加持 他开荒 荒地 没有主的 那 把他开出来之后 种粮食 种素材 种水果 他一共开了 叶巴多姆 叶巴多姆 都是荒地 开出来的 种这么多粮食 干什么呢 有一般穷苦的人 没吃的 那他共情 他修不食波罗米 修持戒波罗米 修忍辱波罗米 修精进波罗米 修禅定波罗米 乃至于般若波罗米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表现得 灵力尽致 太难得了 你都会看 你在他生活当中 看出苗头 看出大乘佛法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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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用 他从来不强 守住本分 老实的本分 不招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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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死 永远让大家 瞧不起 你一生平安无死 这是在现前这个时代 学佛 成佛 他这个方法 第一 好办法 跟映光大使 叫的 完全相应 谢谢你 我都会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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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招摇